你好,欢迎来到AI学长的频道,我是小林 宣布一个特大好消息 就在刚才,我用国内信用卡成功开通了Qlgbt Plus账号 这整个过程十分的简单 像虚拟信用卡,数字币,国外手机号 这些有难度的东西,通通都不要了 这个方法对国内用户来说,简直是太友好了 特别是小白用户,可以说是一步到位,轻松散手 用这个方法开通Plus,真是省钱又省力 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是怎么操作的 如何用国内信用卡开通Qlgbt Plus账号 目前开通Qlgbt Plus账号,除了我们原来用的那些办法 比如说用DePay,NoB Pay,OneKey这些虚拟信用卡以外 最近Qlgbt又开放了几个新的方式 因为像我们国内的用户,用虚拟信用卡也好 或者说用国外的信用卡也好,门槛太高 而且对这个支付的环境要求太高了 所以导致很多小伙伴他支付不成功 那目前OpenAI新增了三种开通Qlgbt Plus账号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用Google Pay,适用于安卓手机 那第二种方式的话是Apple Pay,适用于苹果手机 第三种方式的话是Link,用这个Link支付 这个是苹果跟安卓都可以 我今天所演示的方法就是这个第三个方法 就是用这个Link支付,用这个Link支付开张Qlgbt Plus账号 我们只要准备一张国内的WISA信用卡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的操作也非常简单 我在手机里面给大家演示一下 第一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打开你的魔法 然后把IP选择美国 这一步千万要注意,这一步特别重要 一定要把IP选择美国 完事以后,然后我们打开谷歌浏览器 新建一个无痕模式的窗口 然后我们进入Qlgbt的网址 OK,然后我们点击这里 点击这个升级账号 我们就来到了这样一个付费界面 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用的是苹果手机 左边是用银行卡支付 右边是用Apple Pay支付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第二种方式 但是用Apple Pay支付的话 我昨天自己测试一下 它绑定国内的WISA卡是不行的 也就是我们用Apple Pay支付 我们需要准备一张美国的信用卡才可以 所以这个Apple Pay对于国内的用户来说 也不支持 因为我们没有美国的信用卡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是选择这个银行卡 这里呢,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动作 是在这个站单地址 站单地址这边是一定要选择美国 选择好美国以后 然后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一个 安全的保存我的信息 用于一键结账 用我们的手机号来创建Link账户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用到的 这个支付方式的一个提供权 好,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中国的手机号码 因为它这边需要我们填写一个手机号 我们可以写中国的手机号 拉到中国 好,然后你就输入一个你中国的手机号码 然后我们再把左下角这个方框给它勾上 好,这三个动作完成以后 我们就可以回到上面填写我们的银行卡信息 这里需要填写的银行卡信息 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国内发行的全币种信用卡 或者是说国内发行的这个双币种信用卡 搜索美国地址生成器,选择免税周 然后在这个生成器里面随便生成一个地址就可以了 OK,好 那现在我这个账单上面的所有信息都已经填完了 我们接下来就点订阅 OK,好 那到这一步 这个账号就已经订阅成功了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支付方式这边 他已经帮我把这张卡绑定上去了 然后他现在是默认的扣款卡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 这个我的一个付款信息 这边是我自己的一个付款信息 是5月18号,也就是今天 然后扣的是21.80美金 因为第一次我扣款不成功 然后后面我就换了一个账单地址 那这个账单地址它是要收税了 收了我1.80的税 所以合计我是支付了21.84 那就已经通过这种方式 通过这个link的方式 就已经是订阅成功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些视频 如果今天这些视频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请点赞及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支持对我很重要